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 什么感觉 就是很神奇 飞了 我觉得我睡觉睡着是最快乐 我学习新知识 跑步 你快乐吗 我很快乐 快乐 快乐 happy 我很快乐 那我的题快做完了 不要再催我了 是要用自己人物说吗 你快乐吗 我很快乐 快 去看我们的少年时代 我觉得我就是睡觉算了 我们三个钟最快的一个 吃饭了 饿的时候吃的比较快 觉得交通可以变得快起来就好了 我的话就是 我想想想想 你先问一天几个我想什么 网速 网速 台词 对 演技 还有就是融入角色更快一些 就是演戏的各方面吧 台词 然后表情 反应这些都提高 最痛快的拍摄 迷茫 迷茫 以往 这部戏 不知道是不是剧透 但是 就是哭是最痛快的 就是还有就是情绪的爆发 是最痛快的 会有感情的爆发 然后特别特别的大 我是喜欢接球 不接球不舒服 就是鼓手等球尖 我怕那一只特别特别舒服 其实我们这次还好就是都不算太慢 对 但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都差不多 其实每个演员都特别敬业 就是除了那种 比如说要调位置啊 或者是有什么特殊需要的 其实一般都是一条锅两条锅就很快 其实时间是快 因为很多我们想去学习的东西都没学到 可能今后会多花时间在自己攻击这方面 其实是挺快 因为四年短短一看 因为现在一看回去就觉得 哇好快 四年都已经三四年都已经过去了 然后其实得到很多东西 失去了很多东西 所以说未来还是会继续努力 然后 嗯 好好加油 我们这三年就是在外面做活动比较多 所以之后就希望就是练习啊 然后就是沉淀 然后巩固自己知识 时间多一些